提起央视最美90后女记者 你一定会想到王冰冰 凭借颜值一夜火遍全网的她 让很多平时不关心时事的人 都爱上了看新闻 网友纷纷调侃 央视掌握了收视密码 刚开设B站账号 发布一条美食旅游微log 瞬间就播放量破千万 涨粉两百万 一时成为B站顶流 凭借甜美的长相和声音打破 大家对央视主持人国字脸的刻板印象 之前倪平和董卿一样的知性女性 代表着一个时代 但流量时代 群众更渴望见到另一种不一样的美 单论五官硬件肯定是李红更好看 毕竟央视言霸也不是白喊的 但冰冰颜值也不低 慢分10分的话 她至少在6到7分 不过又不少人get不到她的美点 进而反感她的左红 绝大部分因素是因为某些媒体捧的太高 以及部分粉丝的过度吹捧 她为什么会这么火 最大特点就是娃娃脸和玉娅眼的加成 对比一眼惊艳的浓言戏代表 迪丽热八 王冰冰长相清纯 且富有亲和力 很多人觉得她好看是因为她耐看 笑容甜美 有种治愈心灵的效果 和同时期走红的丁真有几分共同之处 笑容里还有一种人们追求的稀缺性 与丁真不同的是 她的笑容里还产递着乐观 勇敢等正能量 相比较蔡卓仪笑起来的玉娅眼 冰冰的笑眼更真实接地气 贴近民众内心 过几年短视频平台飞速发展 各类网红层出不穷 流水现实的审美风潮 看久了难免是绝疲劳 大众对于冰冰的外貌喜爱 也彰显了一种对于原始自然美的追求 对稀缺性终实美感的渴望 多说美人在鼓不在皮 王冰冰能走红 不仅仅是因为表面的颜值 还有内在的才华 王冰冰毕业于吉林大学新闻专业 正宗的985高校学霸 毕业后作为央视记者团的成员 进入央视工作 成了真正的全能选手 别看她外表娇小玲珑 工作上却是个女汉子画风 平时的工作就是新闻采访 各种艰苦环境都得跑 别管是洪灾火灾车祸事故 还是民生旅游新闻 冰冰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15年4月时 中俄边境发生火灾 深夜直办的她 直接从被窝里出来 走入了冰雪之中 作为新闻人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回头看看她当时的采访视频 黑黑的眼圈在镜头前展露无影 驻扎吉林那几年 她是一档茶干湖冬季 捕捞前面的常客 当时茶干湖的气温 跌到了零下30多度 她却需要持续半个月 在一米后的冰面上 持续待上8个小时 红面冷风扑面而来怎么办 只能挺着 作为一个新闻人 王冰冰肯定是合格的 业务能力出众 任何类型的新闻采访 都能信手拈来 从农业项目 航空展览 到民族交流 黄河水土保护 经常需要的5分钟 长镜头全程解说 也能轻松应对 且随时切换不同的主持风格 严肃正式的采访中 她措辞严谨 口齿清晰 名声报道时 又能落落大方 自然又接地气 职业给她增添了 新社会责任感和公知力 一个手无刺铁的妹子 却要成肩除恶 小小的肩膀 就要铁肩单道义 这种特性 跟她软萌的外表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产生了很强的冲突感 也是她能爆红的一大原因 但为什么走红后 她却会感觉到 诚惶诚恐 王冰冰不像 董金和朱信那样 工作时可以坐着 出现连接了观众和新闻 正如她自己说 让更多的人 关注到新闻本身的价值 才是她职业生涯的意义 靠脸不会长久 专业才是王道 还记得当初 那个连续四天 在火车站捡烟头 假扮智障人吃剩凉皮 最终如愿以500块 把自己卖进 黑窑厂干活的 卧底记者梦 她叫崔松旺 河南电视台记者 卧底期间曾多次被打 趁喝水之机 尚已生死逃亡 协助警方控制了 八名黑窑厂老板和招募人 解救智障奴工三十名 2007年她的报道 轰动全国 她也是一名基层记者 和如今火遍全网的 王冰冰一样 王冰冰不愿成为 被流量牺牲的那个人 她也不愿意被定名 她更愿意记者的身份 像这些前辈一样存在 庞麦郎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拉面哥 镜头前痛哭 想做回普通人 小马云下半辈子 只能靠低保过货 泡泡龙抱你暴时离世 被市场裹袭压榨的人 最终是会被市场淘汰 但王冰冰不会 即使有一天 没人再关注她的言 她也会以一名 优秀记者的身份 永远存在下去